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 都是因为有人的邀请 因为有人邀请你过来 有人可能已经期盼了 你过来很久了 他不断在为你守望 其实他们邀请你来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在这里邀请的人 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 当然我也一样 我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段话 我很喜欢 在雅各书里面 说到耶路撒冷的重泥子 你虽然黑却是秀美 亲爱的朋友们贵宾们 你看看我黑不黑 我真是黑 你看看我的皮肤好黑 但是这句话深深安慰了我的心 你知道吗 我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 原来我黑 但在神的眼中却是秀美 哇 神让我的心大感安慰 其实我真的很黑 当然我不当我的皮肤黑 其实我以前 我都常常生活在黑暗的当中 我常常晚上呢 然后呢就开始出来活动 到了天亮早上 哇 我就预备要就寝了 然后呢睡到下午起来 有时候去看看这里看看那里 然后呢晚上就到酒店舞厅等等的 当然亲爱的朋友们 没错 我是谁呢 我是一个黑道的流氓 我以前是在黑道的里面 PT有那个我的照片吗 还有夏夜 我是一个黑道流氓 神改变了我 让我从黑道变传道 流氓变牧师 我想呢 我要分享我今天 神在我生命里面 怎么样会让我这么大的一个转化跟改变 其实呢 我在小的时候 我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的里面 我有很棒的爸爸 妈妈 非常的尽责 我有非常好的哥哥们 其实呢 我在一个很好很健全的家庭里面长大 但是到了二年级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在学校里面 大概我在当班长的时候 在帮助同学的上面 大概得罪了他们 以至于呢 他们就找了一些外校的人 要来打我 哇 让我受尽了惊霸 我想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我很害怕 就在那时候呢 在我们那边眷村呢 就有人跑来帮助我 哇 当帮助了以后 就塑造了我心目中错误的英雄形象 我就看 哇 这一群呢 我们眷村人好厉害啊 竟然可以叫那些来打我的人 一个一个跪在地上 一人赏两巴掌 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说哇 从此以后我干嘛要读书啊 我决定我要跟他们在一起 我决定以后 我都要跟他们每一天在一起 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哇 就立定了 所以呢 我常常啊 在我的心里面都讲 我说哦 我是啊 这个专业的流氓 从小我就立志 我要当个大流氓 所以呢 我就在这样的生活中 开始我就离家 常常的逃家 爸爸妈妈年纪很大才生我 他们还非常辛苦 常出去找我 但是那时候我心已决 我就是不愿意回家 所以呢 就常在外面流浪 而在那样的当中 当然我跟这些人在一起 这些人 以前是一些 后来都判死刑了 他们是以前那个法律剧场制作人 淋漪命案的这些的凶手 以前我都跟他们在一起 但后来当他们被判死刑以后 后来呢 我自己呢 就开始什么 独自自己就起来 学习当老大 然后呢 我就开始常常 带着什么刀子啦 东西啦 就在国父建议馆 常常就看到人家在谈恋爱 我就哎 谈恋爱要交钱的 你知道吗 哇 然后我就这样抽爱情税 那我在学校也一样 我开始在学校 就开始做大的 以至于呢 突然有一天 有同学来到我面前 就突然拿了一笔钱给我 说跟我讲说 他说我绰号叫花报 所以他们叫我报哥 他说报哥 这些钱请你收下 我一想 哇原来这样子也可以赚钱 哇从此以后我就要求 所有的同学都要缴钱给我 不缴不行 然后呢 不缴钱给我的同学呢 我就不准他回家 当然呢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也触犯了法律 所以我小时候就我的前科 我就我的妨害自由 恐吓勒索 等等的前科 但呢我在这样的长大过程里面 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呢 那我因为那时候拿刀子 把人家的脚砍伤了 而且呢又把人家抢夺 所以呢那时候就被法院判刑入狱 法官那时候判我的时候 虽然那时候他判我 刚开始要判我是杀人未遂 但是因为没有构成伤害 为罪变成伤害 但是被害人不愿意起诉我 他不愿意告诉 因为伤害罪是什么 告诉乃论 所以他不愿意告诉我 所以呢他不愿意起诉我 他一直跟法官讲说 没有不小心碰伤的 他不小心弄伤我的脚 然后所以呢 那个时候 那法官但是非常生气 他说 然后就说那你有拿人家钱啊 然后他说没有没有 钱是我自愿意给他的 但是法官说不可能 他说我如果没有恐吓人家 惊吓人家 人家怎么会把钱给我呢 所以呢就判我八个月 以前我每一次到法院里面 钱科累累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没有坐牢 都保护管束 因为法院都让我回去读书 因为我的功课还好 所以呢他都让我回去读书 但那一次法官就说 一定要让我坐牢 所以那一次我就入狱服刑 我在监狱里面八个月 我到监狱里面的第一天 第二天就被主管挑起来 当杂役了 所以我在监狱里面 我是从黑牌杂役 又变成红牌杂役 什么是杂役 就是帮助主管管理犯人的 所以原来你就知道 我坐牢的时候在干嘛 管犯人 我就帮了主管在那里管犯人 所以我就在监狱里面 我反而没有学好 反而越来越做大 当我监狱一关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连家都没有回 就被外面的大哥接去住了 一直我就跟外面的大哥住在一起 从那时候我就真正进入到帮派的生活 跟着大哥每一天灯红酒绿 而且开始进入到帮派生活里面 我在帮派里面串生的很快 然后扶摇直上 一些的大哥都非常喜欢我 其实我也曾跟过一些大哥都蛮知名的 其实现在鸿门的总老大李春果 也是我小时候跟在他旁边的 我也跟在他身边 所以在这样一个流氓的过程的里面 当时以前我们也创立了天道盟的美音会 所以在这样的里面 我在外面我弄赌场 我很爱赌 然后我也有开酒店 我也有做舞厅 包括以前民生通过好莱坞舞厅 我们在里面都有鼓 在我18岁70我刚关出来的时候 一出来的时候 我的大哥就安排我进入到台北市 临生北路庆生医院的地下室 有一间叫大地舞厅 那时候我跟着我大哥进去以后 他就找着董事长出来 我们就在那里喝喝酒以后 他就告诉我 说从那天开始 我就是那家舞厅的股东之一 我就这样变成那家舞厅的肝骨 我就拿了肝骨 然后就负责舞厅的所有的安全 所以这就是我以前的整个过程 在黑帮的生活里面 我好像扶摇直上 这样一直一直在走 其实母亲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 母亲她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 母亲非常的独信 而且信靠神 在这样的过程中 母亲不断的在为我祷告 不断在为我等候 虽然我们的家庭 其实我们以前都有跟着妈妈在教会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整个家里面的人 我们都认为那个耶稣是妈妈的耶稣 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 我们都觉得那是妈妈的耶稣 不是我们的耶稣 但是感谢神 没有想到 这位神竟然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 而且把我们一个一个 我们家的人都带回 当我在黑帮的日子里面 在扶摇直上一路走来的时候 好像很享受 在外面 但是我家人非常的爱我 其实我回家的时候 我从来赚的钱都不拿回家 我都在外面堵掉 喝掉 玩掉 败掉 我甚至买了一栋房子 给我自己的老大 我却从来没有给我妈妈一块钱 我是这样的对我的家人 但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这样弃我 其实我从小这样离家 妈妈爸爸非常爱我 不断的找我回家 但是我都不肯回家 当我在黑帮的日子里面 因为不断的做大 而且我们在黑帮还有名气了 而且我们拥有很强大的火力武力的时候 开始有很多的药头就来跟我们做朋友 什么是药头大家知道吗 贩毒的人 这些贩卖毒品的人 他们就来找我们做朋友 跟我做朋友以后 他们就送我一些东西 你知道就每次 哇 安非他命就这样一大块就 哇 一整块就送给我 然后呢 马飞什么双丝牌 地球牌 就这样敲一块就这样送给我 你知道吗 他们送给我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原先刚开始 因为我们在黑道帮派 我们不太吸毒的 但是呢 有一次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来尝尝看好了 一次呢 我第一次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是使用安非他命 哇 我们就像吸 叫他们教我们怎么吸 然后我们这样吸 一吸完 哇 你知道吗 我一吸完以后 那一天大概四天没有睡觉 哇 兴奋到睡不着 一整个晚上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哇 好兴奋 哇 那安非他命 让我都没有办法睡觉 这样不断的兴奋 然后呢 慢慢慢慢 安非他命能不能满足我 不能满足我 一次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来吸吸看四号好了 他们就敲给我们那什么 双丝牌 地球牌的 马飞 哇 一次我们就把四号马飞 就磨成粉 那个药头来教我们 他说老头 我跟你说 你千万不要沼水楼 什么叫沼水楼 他意思说不要用真打了 他说真打一打就上瘾了 他说我教你 你用汗路来走 什么叫汗路 他说叫我们把那马飞粉 撒在那个香烟丝 把香烟丝铺开来 把他平均撒在香烟丝上 再把他卷起来以后 就拿来好像香烟一样 这样拿来抽 他还跟我讲 他说老头 你不要吃太快 他说我涂点口水抹一抹 好 稍慢一点 好好的享受 他说这样不会上瘾 结果请问有没有上瘾 当然有 我一次就中奖了 所以我就上瘾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吗 我又吸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是什么 兴奋剂 整个兴奋剂 然后马飞是什么 麻醉剂 所以我一下兴奋 一下麻醉 一下兴奋 一下麻醉 你就知道 我每天晚上我会去赌博 我每天晚上都要去赌牌酒 所以我每天晚上去赌博 在赌场的时候 我常常就要什么 到酒店 舞厅去喝酒 然后有时候要招待一些刁咖 刁咖就是赌徒 到我后来 我赌到一个地步 我干脆自己做赌场 就叫人家来赌 所以我常常 我每天晚上要跟他们应酬喝酒 又是什么 安非他命 又是马飞 又加上什么 我要喝酒 然后加上酒精 血液循环加快 以至于 问题就来了 你知道吗 当我这样一下兴奋 一下麻醉 又加上酒精 以至于忽然有一天 我就突然感受到奇怪 我常常看到外面都有黑影晃动 窗户外面常常都有黑影晃动 而且我就常常听见很多的声音 那些声音 好像都是我朋友的声音 我的亲人的声音 甚至最后 连我爸爸妈妈的声音都出来了 但是我每次一拉开窗里一看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一直怀疑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 我怎么好像出毛病了 然后我就开始很担心 有一次我就听到楼上 奇怪我不管走到哪里 我就发现那楼上的声音 空空空就敲到哪里 我非常生气 我就冲上楼去撞门 就撞了老半天 那边都没有开门 我就很生气的跑去楼下找管理员 我说你今天一定要把楼上这家门打开 我说到底是谁要找我麻烦 管理员就很尴尬跟我讲 他说不好意思 他楼上现在没有人住 正在出租 他刚好我有钥匙 我打开给你看了 你知道吗 我打开一看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就知道我生病了 以至于在这样的整个压力的底下 我越来越受不了 后来慢慢我觉得我生病 我就去看医生 我刚开始我到了三星总医院看 我到三星总医院的时候 我跟医生讲 我说我这样的幻觉幻听 我说但是很严重 我就跟医生说 医生我有枪 我说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要先下手为枪 我说他们好像都要把我杀掉 我说他们要杀我 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他们做了 医生一听 好好没有问题 文先生你坐一下 等我 马上就给我一针 结果一针我马上就昏迷不醒了 什么都不知道就睡着了 然后每一次你知道吗 我睡着醒来 声音后来呢 过了没有多久又来了 又来我去看他 他每次一看到我 你又来了 他都不用看诊 直接就给我一针 然后就这样每次反反复复 我一直都没有得到医治 然后在这样的里面 你知道吗 我整个人都快崩溃 受不了 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够待在外面 亲爱的朋友们 贵宾们 你知道世上只有谁最好 妈妈好 妈妈好 爸爸也好 爸爸妈妈真好 真的我们家人真好 你知道吗 我常年都不回家 我常常 我偶尔回到家里面 其实我对我母亲 从来没有客气过 有时候我回家 我妈看到我带 哇一批箱的钱 然后呢 第二天看到我批箱的钱 没有带了 她问我 她说你的钱跑去哪里了 我说赌博输掉了 然后我就故意把枪 往身上在她面前 这样一插 我妈说你带那个要干什么了 我说干嘛 杀人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这样 对我妈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控制不住 我就这样来惊吓我的母亲 但是母亲跟父亲 他们从来没有怪我 你知道吗 当我回到家 我整个崩溃当中 当我回到家住的时候 原来爸爸妈妈 房间从来没有帮我 去除掉 房间都预备好在那里 等我回家住 一直以我就回到家里面住 当我在家里面住的时候 其实非常感谢主 那个时候我的哥哥 特别是我二哥 他还坐在下面 我二哥 他那时候是台北 联阳堂教会的小组长 在我们家都有小组的聚会 你知道吗 我刚开始回家住的时候 我实在是很受不了 这一群在我家聚会的人 每次我在那里面 我就闲吵 他们又在那边唱歌 你知道吗 唱歌的时候 我都受不了 我出来就把桌子翻了 但这一群人很奇怪 怎么赶 他们都赶不走 赶了没多久 过几个礼拜又来了 然后你知道吗 在家那段期间 其实我病一直没有好 我非常谢谢 我的哥哥跟我的妈妈 但我在家那段期间 我的妈妈跟我哥哥 我哥哥每天下班 他就回来 就到我的房门口 就跪在那里 跟我的妈妈 在问那里为我祷告 其实我都知道 但是我都没有理 我哥哥还常常 塞了一些卡片给我 我都把他丢到垃圾桶 你知道为什么丢到垃圾桶 因为我以前不太 很喜欢我哥哥 因为他以前 我以前泛滥的时候 泛滥的时候上个新闻 文某号这个暴力讨债集团 我哥哥看了 气得不得了以前 他气得不得了 我哥哥很生我的气 所以我那时候 一直都记得他很气我 所以那时候 他塞卡片给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是假道学 所以我都不理他 后来有一天 我的朋友来 来看我 结果他就剪出来看 他看了那卡片说 你哥哥真好 你哥哥写好多话 你要不要看一看 他说他爱你 什么耶稣爱你 他也爱你 真的吗 他爱我吗 我不太相信他爱我 但是你知道吗 在那段时间我发现 他们真的爱我 哥哥真的是爱我 我发现哥哥变了 他真的爱我 因着我哥哥 跟我嫂嫂在美国 经历了神 很大的恩典跟神迹 帮助了哥哥跟嫂嫂 以至于哥哥 他就重新的 回到了妈妈的耶稣里 以至于我二哥是第一个 在我们家里面 跟妈妈一起回到教会里面 然后在我在那样的家庭 在那样的当中 在整个发作当中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好 而且越来越厉害 那个声音常常在我的里面 他说你这么坏 你从小到大做那么多坏事 他说你干脆死一死好了 于是我就屈服在这声音的底下 我说好吧 既然你们都要我死 我说好不用你们杀我 我干脆自己解决我自己 以至于我就拿起了 把那个房间里面的玻璃 我就把它鱼缸玻璃就敲破 拿起了玻璃 我就开始割我自己的手 你知道我把我手 整个两只手都割烂了 每一次神都很恩典救了我 你知道吗 我看着我自己的血 大概有喷这么高 就这样好像喷水池这样喷 我就看着血这样喷 然后我就躺在那里 预备要走 但是每一次神都把我救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神每一次 都把我救回来 而在家里面那段期间 我很多次我不断的要上吊 我当我上吊的时候 吊在上面 没有想到上面的喇叭铁架 也被我吊断了 然后都死不了 我有吸过汽车的废气 你知道吗 吸到天亮了 吸到晚上吸了 哇 我觉得受不了 我整个好昏了 就睡着了 就睡到你知道吗 忽然一个光 好亮好亮的射向我的眼睛 不是上帝来了 原来是太阳出来了 哇 照了我眼睛好热啊 哇 我就醒过来 我就开了车 头好晕 我休息一下 就开了车又回家了 每次自杀都死不了 然后最后那个声音跟我讲 他说你每次你是不是假死啊 你是不是不肯不敢死啊 他说你每次割那个手怎么会死 他说割喉咙才会死啊 我觉得哇 对割喉咙才会死 其实那时候在我的房间 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保护室一样了 没有什么好让我在自杀的东西了 而那一天呢 刚好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就决定我要再自杀 刚好那一天 我哥哥他们又在我们的客厅 在那里小组聚会了 他们在那里小组聚会的时候 然后呢我就敲 我跟我哥哥说 我要出来 我要上厕所 然后呢我就到了客厅的厕所 到了客厅厕所 我就打破了什么厕所里面的镜子 我就拿了什么厕所里面的镜子玻璃 我就要割我的喉咙 当我要割我的喉咙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忽然我哥哥原来他早就已经在后面预备了 他看了 然后呢冲上来抓住我的手 他就喊了一声 封耶稣的名 就把我摔在地上 大家看看我这个身材 这么容易摔吗 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好像变成纸座的一样 就这样被他摔到地上 然后摔到地上以后 他们大家就按我 开始在那里祷告啊 然后呢一直是处理 我一直疯狂的尖叫 然后他们请了教会的牧师来 你知道吗 在那个当中 牧师就叫他们 要说我那个力大如牛 说我好像整个的发狂一样 好像疯了一样 好像鬼附了一样 所以他们就 叫他们买绳子来绑我 你知道吗 我们家周边的附近的同亲人 都被买光了 绳子绑全身绑 把我这样全身绑 绑不过 他们说绳子快蛋快蛋 他说怎么办 要不要再买胶带再来绑 你知道吗 感谢神 但是在那一天的晚上 当这位牧师 他在当 把我们家里面 其实我们家那时候 还有一些的偶像啊 东西这些的东西 当拆除了以后 忽然我整个人醒过来 以至于我跟那个牧师 就可以对话 于是我跟他讲话 当我讲完话以后 我整个人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哭了 他就拉着我说 你要接受耶稣 他说来我带你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祷告一句 于是我就跟他祷告 祷告完以后 其实我很累 我就一直大哭 后来我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 我睡了一天还两天 其实我每次发作 都没有睡觉 但在那段时间 你知道吗 我在家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很亏欠 我觉得我好像好了 整个病突然都好了 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新 回到黑道的生活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决定打电话 我就通知他们说 他们等我 说过几天我就出去了 我觉得 我说我想在我家里面 陪陪我爸爸妈妈 在那几天 我就每天陪我爸爸妈妈 我就每天煮饭 烧菜给他们 那我哥哥也每天来看我 他们就每天跟我讲说 是耶稣救了我 是怎么样救了我 就跟我讲 他说你一定要接受 耶稣作为你的救主 你知道吗 我听了 其实那时候觉得有点烦 但是我想着想着 那天晚上一天晚上 我就走进房间 然后我就忽然想到 我小时候曾经在教会 我就跪在地上 我就跟耶稣说 耶稣 我说我还有希望吗 我这样的人 我说我从小什么都不会做 我从国中开始 我就混流氓 我说我书都没有读完 我读到高中就去坐牢了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当流氓 我说我还有机会吗 我就忽然举手 我说耶稣求你帮助我 我说而且我还在吸毒 我还有毒瘾 我有酒瘾 我说我很痛苦 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有希望吗 当我在那里 讲到那个时候 忽然那一天 改变了我的一生 你知道吗 那一天 耶稣真的来造访了我 耶稣忽然来到 他让我看到 我从小到大 好多的经历 他就让我看到了 三个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没有办法叙述 这三个故事很详细 第一个故事 让我看到有一次 我被人家暗杀 有一次我被人家暗杀 整个血几乎都流光了 而我在血流光 要流光的时候 要倒地 我在那里倒地 雪流光的时候 我整个要开始抽虚之后 好冷好冷 我整个在那里 要抽虚之后 我大喊了几句话 现场的人通通都听到 你知道吗 我倒在地上之后 那时候在那边 我们帮派的人 就听见我在那里喊说 我说耶稣 求你原谅我 我知道我要死了 我说我不敢求什么 只求你饶恕我的罪 但我讲完以后 我就忽然整个昏迷 好像海水里面一样 白茫茫的 我就忽然好像看到 一个光亮照向我 然后好像一个人 走进我一样 我就觉得好暖和 好暖和 忽然我就看到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被送了几家医院急救 都宣告没有救了 最后在国泰医院 本来也宣告 已经救不活了 已经没用了 可能要那时候 已经放弃治疗 宣告了死亡的时候 忽然我在国泰医院 醒过来 醒过来 我大喊了一声 我说医生 我的血都流光 我为什么没有帮我输血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你知道吗 是在我的舞厅里面 有一次我跟杨玉斌 四海帮的前帮主杨玉斌 那时候他是十大枪器要犯 有一次在我们舞厅里面 我们枪战 你知道吗 有一次 我们会计打电话给我 叫我回去舞厅 我赶回舞厅的时候 办公室门一开 我就看到四五个人 拿着枪 我们办公室的人 全部蹲在地上 然后大概两公尺的距离 对面 杨玉斌在我对面 我就问他 我说到底什么事 我还没有讲完 他竟然对着我头上 就扣板机 一声没有响 一声扣了板机 但是没有打响 一声我吓了一跳 我认了一下 怎么这样就开枪了 然后我吓了一跳 结果忽然 然后旁边的人 立刻又对着我 又开第二枪 又一声两枪没响 你知道吗 我才醒过来 我掉头就往门后面冲 因为那一天 我身上还没带枪 我一冲出去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 我在门口又听到一声 三响 都没打响 当我一冲出办公室的门口 马上听到后面 砰砰砰砰砰砰砰 他还开了十几枪 你知道吗 这是第二个故事 当神告诉我 到第二个故事的时候 我泪流满面 耶稣就告诉我 他说是你好命吗 不是你好命 他冒号不是你好命 他说是因为 你的妈妈 藏在我的面前 他说你妈妈 常常跪在我的面前 祷告 你的哥哥也没有放弃你 他们都在为你祷告 以至于我痛哭的流涕 最后神给我第三个故事 神就让我看到 我小的时候 我已经记不清楚 是几年级 好像二年级 三年 三年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无心国小 我在那个无心街底 那无心国小那边 旁边是进信会的神学院 我就爬到那神学院的墙上 坐在那里 我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 我不知觉就做了一个祷告 因为小时候 我都跟妈妈去教会 我那里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耶稣 我说我长大以后 我要跟里面的人一样 然后那一天耶稣就告诉我 他说冒号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我没有忘 你告诉我 你要跟里面的人一样 里面的人是谁 里面的人都是献身给神的人 神圈里面的人都是后来的牧师 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们 贵宾们 我现在是什么 牧师 神的话语真的成就了 神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于是神在那时候开始帮助我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决定我要戒烟戒酒戒毒 我戒烟戒酒戒毒 我没有到戒毒中心 我是在灵梁堂戒毒的 你知道吗 我请哥哥找了教会的牧师来帮助我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到灵梁山庄 在那里我四点钟起来 三点多起来四点钟 自己祷告完以后 然后就赶到灵梁山庄 继续在灵梁山庄在那里 五点钟开始祷告 祷告到七点 然后呢去吃早餐 当我觉得我毒瘾好像发作的时候 我就告诉牧师请他为我祷告 祷告完以后我就回家睡觉 一睡奇怪我每次一睡就睡着了 然后我以前怎么戒都戒不掉 但是那时候一睡就睡着了 你知道吗 忽然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超过两个月以上 没有抽烟没有喝酒 没有吸毒的 你知道吗 吸毒大概七天左右 毒瘾就会戒掉 剩下都是心瘾 所以我就这样完全戒掉我的毒瘾 戒掉我的烟瘾 戒掉我的酒精 感谢神神改变了我 也让我现在开始来服事神 并且也成为许多需要人的帮助 让我现在在双眼灵梁福音中心 许多的弱势家庭的里面 在我们那边聚会 以至于呢 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 感谢神的恩典 也非常谢谢各位贵宾们 今天能够在这里听我的分享 谢谢 这时候呢 我们要慎重的欢迎 灵梁教母宣教神学院的院长 谢洪忠院长 谢谢 谢谢 茂浩牧师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见证 实在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 如果家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我想做父母的心都睡了 因此呢 今天我们听到 茂浩牧师 他的一个生命故事改变的一个见证 我想大家一定都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父母跟哥哥 对他的爱 实在是不离不弃的爱 是永不放弃的 常常的为他能够生命改变 不断的在祷告 那上帝也听了 他们父母跟哥哥的祷告 在关键的时刻 扭转了茂浩牧师 他从黑道变为传道 从流氓变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奇妙的爱的故事 那今天呢 我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 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奢华的爱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需要爱 但是奢华的爱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谈到奢华的爱呢 很多人会想到 在1981年 在英国 戴安娜王妃跟塔尔斯王子的 所谓的英国皇家的世纪婚礼 为什么许多人会想到 这个世纪婚礼呢 因为花了很多的钱 所以叫做奢华的一个爱 大家想到说 如果我能够花这么多钱 举办一场的婚礼 应该我对我的妻子 我的要娶的人 应该是已经非常的奢华了 那所以呢 我们看见 他的花卉有多少呢 有三千万英镑 大概多少 十三亿台币 如果我们有一亿的台币 我想我们一辈子就无忧无虑了 他的婚纱的后摆 长达八公尺 上面相有多少颗的珍珠 一万多颗 刚才大家有看到 那一个婚纱的后摆 那么长 八公尺里面 有一万多颗的珍珠 他们邀请了 两千六百五十位的贵宾 你就知道 那个场面多么的盛大 然后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 全球的电视直播 用三十三种语言来播放 总共有七点五亿的人收看 所以这一场的婚礼 够不够奢华 够 绝对够 但是问题在哪里 他们1981年结婚之后 我们都知道 他们最后的结果 是以离婚收场 所以呢 我们看他们的婚礼 是办得风风光光 可是他们的婚姻 却过得风风雨雨 那这是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奢华的爱 不是我们期待的 这样的一个爱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对 英国的夫妇 他们是创立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 蓝大卫医师夫妇 那他们在台湾 特别在彰化地区 他们都流传着 切夫之爱的 这种的故事 那什么叫做切夫之爱 就是蓝大卫医师 从英国远渡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来到台湾 就在那一个当时 医疗非常落后的 彰化地区 就开始行医 他就遇到了一个 13岁的一个周金耀 这一位孩子 那他的整个的膝盖受伤 膝盖受伤治疗没有弄好 因为太晚来就医 所以他的皮肤就溃烂 皮肤溃烂如果没有 好好的医 他会烂到骨头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要截肢 所以呢 蓝大卫医师就觉得 那我一定要试着 把他的皮肤的溃烂 能够治好 可是用了很多方法 皮肤还是没有办法愈合 所以他就回去 跟太太商量说 我看我们需要做皮肤的移植 那时候是1928年的事情 算很久以前的事情 当时全世界还没有人 做皮肤移植的手术 可是蓝大卫医师 他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为这个孩子 做皮肤移植手术 那他的溃烂可能就会好 就不会造成骨头发炎 就不需要截肢 就救了这个孩子的一个肢体 那他就问他太太说 这样做好不好 那他太太说 好啊 我们来看看 是怎样的皮肤 来移在上面 但是他太太 想到大概没有一个人 会给这个孩子 所以他太太说 那就我了 没有别人 就是我 你就从我的大腿 削一块皮肤 就贴在他的膝盖上面 看能不能好起来 所以呢 他的太太就请 这个蓝大卫医师说 你就把我的皮肤切下来 然后给这一个 非亲非故的 一个13岁的孩子 所以呢 蓝大卫医师 就只好 硬着心 很舍不得的 在太太的腿上 就切下一块皮肤 贴在 这一个孩子的身上 移植上去 我们要知道当时 医学 没有非常发达 他是一片好心 也这样的做法 也是有创意 可是 因为医疗 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后来 这个皮肤的移植 算是失败 但是他却是留下了 全世界第一个 皮肤移植的 手术的记录 那虽然失败 不过很特别的 这个孩子的 膝盖 慢慢地就好起来了 所以呢 皮肤移植 膝盖 可是爱心移植 成功 也就是在这个 周金耀的孩子 心中 很深地感受到 这一对外国来的 蓝大卫医师夫妻 他们对他的爱 这个非亲非故 而且切下自己的皮肤 贴在他的膝盖上面 这个爱 深深地移植 进入他的心中 所以后来 这位周金耀 这个孩子 后来长大之后 就成为牧师 就像冒号 一样 从这样的一个 好像需要人 帮助的状况 到成为帮助很多的人 这就是另外一种爱 所以我们看到 两种的爱 一个是奢华的婚礼 一个看到 去关心 帮助那些 弱势的 那些孩子跟家庭 就像 曼号牧师 他现在 在做的 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思想 到底 是什么是奢华的爱 奢华的爱 从哪里来 我想这是我们需要 去了解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 奢华的爱 从哪里来 那它具有 什么样的特质 这是我们要问的 第二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奢华的爱 是从上帝而来 因为上帝 就是爱 所以上帝 就是一切 爱的源头 我们所有人间的 亲情 爱情 友情 都反映出 上帝的爱 因为都是从 上帝爱的源头 流经父母 流经兄弟 流经朋友 流经夫妻的身上 所呈现出来 因为人是上帝 所造的 所以在人的里面 它其实 是已经 有一个 跟上帝的爱 连结的一个管道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茂号牧师 他的父母 跟他的哥哥 所表现出来的 亲情 是何等令人感动 那这一种 就是奢华的爱 即使 茂号仍然是 这样的 无可救药 他的父母 仍然在家里 为他预备 一个房间 没有说 算了 我这个孩子 已经变坏了 干脆 把房间拆掉 让他 就没有地方住 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 不离不弃的爱 在茂号牧师 他的父母 跟哥哥上 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那边 祷告 在他的门口 在那边 迫切地 祷告 所以他好像 感觉上 没有马上就好起来 不过那一个爱 却看在 茂号牧师的眼中 他后来 很深地感受到 这个不离不弃的爱 是一种奢华的爱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一定要了解 奢华的爱 就是从上帝而来 那上帝奢华的爱 有什么特质呢 有三方面的特质 上帝的奢华的爱 第一个特质是 永不止息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上帝的爱是 永不止息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他的爱 是长长久久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爱 不会停止 所以呢 我们看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上帝说 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 什么是永远 永远就是 从时间的起点 到时间的终点 从亘古到永远 就是上帝的爱 一直存在 而且一直 流经我们 的生命 所以呢 上帝说 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 我以慈爱 吸引你 爱 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的爱 他要吸引 所有他所造的人类 能够回到 他那里 我们看到 刚才 戴安娜 他的一个婚礼 是非常的奢华 非常的绚丽 好像这样的一个烟火 可是 世人奢华的婚礼呢 像高空的烟火 色彩缤纷 但是 稍重 急事 但是上帝的爱呢 上帝奢华的大爱 像什么 像深处的泉源 是 滋润 生命 永不止息 就像 猫毛牧师 他刚才所提到的 当他吃血 好像已经全部流光 在那个时候 他感受到 上帝的爱 临到他 所以他虽然好像 要死掉了 可是 上帝的爱 滋润他的生命 居然让他活过来 那这个 滋润 生命的爱 是永不止息的 即使 猫毛还没有完全的戒酒 戒毒 戒毒 上帝才能爱他 这是永不止息的 意思是说 这个爱 是永远 存在 是透过 上帝直接造访他 让他感受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 永不止息的爱的 一个见证 无论是在 猫毛牧师的父母 跟他哥哥的身上 或者在澎湖 二十世纪 最后一颗珍珠 百宝珠 这位宣教士的身上 我们都看见 上帝的爱 怎么样透过人 能够流露出去 那我认识百宝珠 这位宣教士 当时是我在澎湖当兵的时候 当时我在澎湖当军医 因为我过去的背景 是在医学院里面受医学的训练 我在台大医院 做了十二年的医师 我是组织医师 我拿到这个病理博士之后 我才去美国读神学院 后来回到台湾 现在才是神学院的院长 所以我在澎湖当兵的时候 我就看见 也认识百宝珠 这一位宣教士 当时还不是很了解 他的整个的生命故事 后来当我研究他的生命故事 我就发现超令人感动的 因为在1954年 那一年 他是护理师 他就从国外 他就来到台湾 在我们台湾的乐生疗养院 当时我们都知道 乐生疗养院是麻风病患 在治疗的一个医院 那当时他就在那里 服务这些麻风病人 他就发现 很多麻风病是从澎湖来的 你知道当时 治疗麻风病是采取 这个隔离的政策 也就是说你一旦进来 就被隔离 你又不能再回到家乡 那他就想到说 那这些澎湖的人 他从澎湖这么遥远的地方 送到乐生疗养院 那就一直被关在里面 都没办法回到家乡 那这样子对他们不太好 所以他就说 我自愿去澎湖 来关心在澎湖的麻风病人 所以他就自己 就跑到了这个澎湖 那就逐家 逐家的去找说 到底有没有麻风病人 因为当时麻风病 是让家人很羞愧的一件事情 而且一旦你的家 让人知道有麻风病的时候 很多社区的人 就会跟你保持距离 你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是一个拒绝往来乎 因为怕会被传染到麻风病 可是他却不怕 他就逐家的去看哪一个家 有这样的麻风病人 澎湖群岛 六十几个群岛 他每一个岛都踏在上面 去探访每一个家庭 说你们家有没有麻风病人 我们可以帮助你照顾他们 那一开始去的时候 都被排斥 都被拒绝 因为没有人要让人家知道 说我家有一个麻风病人 免得我在这个社区里面 我是被拒绝往来的那一户人家 所以他到处被拒绝 到处被排斥 可是他不灰心 他不断地去探访 后来大家看出 他是一片真心爱他们 所以就让他们知道 然后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治疗 就是这样 所以这边他讲到的就是 永不停歇的脚步 就是澎湖六十四个岛屿 他一遍一遍一遍地走过 一直到他九十岁 他离开世界 所以他在澎湖待了多久 待了五十四年 他在服务麻风病人 四十年之后 拿到医疗奉献 那我们看见这位外国 美国的这位宣教士 他的生命流露出 那个永不止息的爱 好像从上帝的那个爱的源头 透过他就源源不断地流经 这些当时被社会 所厌弃的这些麻风病人 他不但是照顾他们 而且他有一个创举 就是成立了整个社区的 护理的一个模式 因为以前麻风病人是被关着 然后他就与世隔绝了 你知道澎湖他们以前 有些岛语叫做望夫岛 望夫岛 什么叫望夫岛 就你家里如果有个丈夫 麻风病人 就要送到那个孤岛 然后呢 家人跟丈夫 只能够隔海相望 没有办法去探视他 因为他有传染的危险 所以你会发现望夫岛 在当时是很多麻风病人 送到那个孤岛 让他们在那边生活 不能够回到家 但是他说我们不能再做这个 所以他就开始做社区的护理 让麻风病人可以在社区里面 是被照顾的 是跟家人有见面的机会 所以真是带来麻风病 非常大的一个照顾的突破 所以有人就说 它是澎湖二十世纪 最后一颗珍珠 闪闪的发亮 为什么 因为他一生 把他一生的生命 五十四年的宝贵的时间 全然埋在澎湖 他离开世界 九十岁 他要离开世界 他的亲弟说 我们要不要把你的骨灰 拿到美国 他说我不要 澎湖是我的家 我要把我的骨灰 撒在澎湖的大海 所以你会发现 他对澎湖的爱 那一种的 好像永远停不下来的 永不止息的爱 深深的感动的 澎湖的许多的人 那这就从上帝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的奢华的爱 真是有够奢华 他自己过得非常简单 可是他给出的爱 是非常的奢华 是一个永不止息的 一个爱 第二个 上帝奢华的爱 还有个第二个特点 就是没有设限 没有设限 我们人的爱都会设限的 我所看到可爱的人 我比较喜欢他 我看到你 我觉得你很不可爱 我就不喜欢你 所以我们的爱的一个对象 会有自我设限 我觉得你对我不错 我当然就对你好一点 我觉得你对我呢 很差 我当然对你也不会太好 所以我们的爱都会设限 一说我要看你怎样对我 我才会决定我怎样对你 你送我礼物 我也送你礼物 你如果在背后说我坏话 我也在背后说你坏话 就是我们会被这一些所影响 我们会设限 让我们的爱受到一个限制 但是上帝那奢华来是没有设限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说 上帝使太阳造恶人也造好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 意思说阳光是给所有的人 不管他是好的不好的 上帝的阳光照样都照 雨水也是这样 所有的人只要是人 不管是义人不义人 上帝照样给他们雨水 没有说因为你是好人 就给你特别多的雨水 给你特别多的阳光 没有大家都一样 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上帝的奢华的爱 什么叫奢华 奢华就是他的爱没有设限 即使他是忘恩的或者作恶的 上帝仍然恩待他们 给他们足够的阳光 给他们足够的雨水 这叫做上帝奢华的爱 所以我们口中常会说 甘温甘温 这是台湾以前很流行的话 叫做甘温 那甘温最先从来 从基督徒而来 基督徒最常都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可是现在甘温 我们常常感谢父母 感谢手足 感谢朋友 感谢老师 感谢同学 感谢同事 感谢团队 感谢偶像 我们拜很多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 要感谢上帝 那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感谢上帝 有他的道理 我们看到我们所信仰的 这位上帝 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 所以你看到天上的 那个银河系 哇 很千千万万的恒星 在那边闪亮 圣上告诉我们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就是天地的主 发现我们的上帝 是创造宇宙跟其中万物的上帝 他是天地的主 所以他不会住在 人所造的庙的里面 他也不用人来供奉他 吃这个吃那个 他没有缺乏这个 他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吃给万人 这是不是奢华的爱 有够奢华 是吃给所有的人 给什么 给生命 给气息 给万物 给人享用 那我们生活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我们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 你能够活着 你能够行动 你能够坐在这里 你能够呼吸 都在乎他 一说没有上帝的存在 就没有你我的存在 你就不会呼吸 我也无法呼吸了 所以这就是奢华的爱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好人 坏人 义人 不义的人 上帝说都让你活着 然后生命气息万物都给你了 意思是 何等的奢华的爱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需要来体会的 什么叫上帝的爱 他给我们阳光 请问 有没有收我们的能源费 没有 他给我们雨水 请问有没有收我们的水费 没有 他给我们空气 有没有收我们的氧气费 没有 他给我们温泉 有没有收我们的泡汤费 没有 他给我们美丽的国家公园 有没有收门票费 没有 谁收走了 人 然后人收走 就感谢我自己的努力 感谢我的团队的经营 所以我们能够赚这么多钱 谁说的 你怎么没有感谢上帝 上帝没有创造阳光 没有创造空气 没有创造雨水 你哪里的水费啊 你怎么收啊 你哪里的电费怎么收啊 你怎么开泡汤啊 你怎么 你的钱哪里来 你的钱就泡汤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人都不懂得 感谢上帝 所以我 当时上帝人能恩待 那忘恩的人啊 所以呢 我们不要做一个忘记上帝恩典的人 你会发现 这个地球 上帝创造这个美丽的地球 你看多么美丽 像浮在太空中的蓝宝石 有够漂亮的地球 可是这个地球上 因为不认识上帝 成为一个孤儿的星球 上帝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源头 我们好像是他的孩子 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 不感谢他 所以这个星球就变成了孤儿的星球 不认识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所以这何等的可惜 所以耶稣就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人间 他说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这个浪子回头比喻 就是讲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 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 这里面是不寻常的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时代 是父权的时代 一个儿子如果胆敢 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说 请你把要给我的家业 给我 我要财产 你分给我 爸爸还活着 请问他是代表什么 他代表说 爸爸我真的希望你早一点死 你要知道他讲这句话 其实大大的得罪父亲 父亲如果遇到孩子说 请把家产给我 父亲还没有死很健康 孩子这样讲 父亲一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鞭子拿来 鞭打这个孩子 这个大逆不到的孩子 所以一定会打他 没有想到这个父亲 居然把财产分给他们 那这个做法呢 让这个父亲呢 就蒙受了 人家会笑他说 你这个父亲有够笨 不会管叫孩子 应该鞭打孩子 要打他 你怎么让他给他钱呢 要打他 结果你没有打他 还给他钱 你有够笨的 所以这个父亲要承受 被骂笨 不会管孩子的这样的污名 但是这个父亲爱这个孩子 那当那个孩子 拿了这么多钱出去 花天酒地了 对不对 然后就把所有钱都花光了 然后就一贫如洗 然后又遇到饥荒 所以他就找不到工作 最后只好去放猪 那看到猪在吃东西 他也想吃猪所吃的东西 后来呢 他很难过 身上告诉我们说 他就醒悟过来 说我父亲那里 有这么多的故宫 又有丰富的食物 我却要在这个地方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他就起身 就往父亲的家走 我就看到他 回到父亲的家 就抱头痛哭了 那圣经上讲到 这个慈父 怎么样子爱 这个浪子回家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浪子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不配做你的儿子的时候 父亲怎么反应呢 父亲的反应 就是一种奢华的爱的反应 因为父亲远远地看到 这个浪子走过来 他就跑过去 抱这个又脏又臭的浪子 不断地与他亲嘴 你知道以前父权的时代 做一个父亲 他绝对不会跑 看到儿子 是应该谁跑 儿子跑 绝对不是父亲跑 因为父亲跑很危险 以前的穿长袍 他把长袍放在他的腰带 然后就开始跑 可是以前父亲 不会做这种作 可是他却这样跑 有没有危险 有 万一他跌倒怎么办 骨折呢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慈父的反应 是因为爱这个孩子 浪子回家 赶快跑过去 而且又脏又臭 他也不嫌 他又脏又臭 就抱着他 连连与他亲嘴 这就是爱 是一个奢华的爱 第二 他不但把浪子 带回家 他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 那个又脏又臭的衣服 拿走 给他最好的袍子穿上 然后呢 又把戒指 带在他的指头上 然后又把他鞋子 穿在他的脚上 这三个动作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父亲 奢华的爱 不计前嫌 你不会成为浪子 你现在我要恢复你 做我的儿子的身份 因为鞋子 穿在一个人脚上 在当时 谁没有穿鞋子 就是奴隶 奴隶是不能穿鞋子 奴隶要帮主人提鞋子 帮主人系鞋带 所以呢 当这个慈父把鞋子 穿在这个孩子身上 表示说 我要恢复你 做儿子的身份 你回到我家 不是做故宫 不是做奴隶 而我恢复你 做儿子的身份 虽然你曾经 希望我早点死 虽然你在外面花天酒地 好像茂花牧师 让他们的父母 非常的伤痛 在外面 就是又毒 又吸毒 又是花天酒地 又是逞凶斗狠 可以说是让父母 头痛的要命 可是 我们看到这位慈父 仍然恢复了 这个儿子的身份 而且还特别 为他宰杀的肥牛犊 来请客 欢迎这个浪子回家 欢喜快乐 不再想到 他以前所做的事情 你知道当时 宰一只肥牛犊 可以给多少人吃 给整个村庄的人吃 有够奢华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慈父的反应 我们就称它为 何等奢华的爱 那这个慈父 在耶稣的比喻就讲到 爱我们的天父 所以呢 在这个美丽的地球 有许许多多 成千上万上亿的 不认识上帝的这些孤儿 这些浪子 我们都要醒悟过来 回家吧 今天上帝的爱 要吸引你 回到他那里 因为他说 我用永远的爱爱你 我以慈爱吸引你 所以我每一个人 还没有认识这位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被他爱吸引 说让我们回家 我们要醒悟过来 不要再流浪了 不要再像冒号 是在那边外面 在那边流浪 那我们回家吧 所以我们看到 永不止息的 这一个上帝的奢华的爱 也是一个没有设限的 一个爱 叫做奢华的爱 他恩待那 忘恩的和 作恶的 他恩待冒号 冒号是忘恩的 是作恶的 他忘记他父母从小 带他长大 小时候他长得一定很可爱 对不对 你看他这样长得 小时候一定很可爱 长大又好可恶 对不对 有够可恶的 作恶 然后呢 就是忘恩 忘记父母这么爱他 让父母这么伤心难过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 上帝有没有爱 冒号牧师 有啊 会很爱他 好几次要死 对 板击都卡 连续三次都没有 扣出子弹出来 所以真的 死里逃生 那是想就是上帝的爱 第三个 上帝他奢华的爱 是为人舍命 为人舍命 也就是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什么 更大的 真的 对我们人来讲 什么最重要 生命嘛 对不对 你我坐在这里 在我们身上 所有价东西 有价值东西 都没有比我们这条命 更宝贵 命最重要 火灾一烧 请问要带什么 带这条命走 最重要 赶快跑出去 你什么都没带 没关系 要赶快冲出去 因为这个生命 是最宝贵的 所以也就是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意思是 生命是最宝贵 但是我为了一个 朋友的好处 我愿意为他 牺牲我的生命 那这个爱心 是最大的 因为我把最宝贵的生命 放下来 是为了救你 那这个是 非常大的 一个爱心 世界上最大的爱 就是放下自己的生命 去救一个人 这个是最大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 在2008年 我们看到 在中国四川的 那个问山大地震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大地震的时候 整个一片的废墟 救灾人员 冲进去的时候 找的那些 被压在废墟下面的人的时候 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有生命迹象的讯号 一去看 是死的一个妈妈 她跪在那里 然后好像下面有个东西 他们就去看 原来下面有个小婴孩 三到四个月的小婴孩 是在妈妈的怀抱中 被保护 所有的这些房屋 塌下来都把妈妈压得变形的 可是这个孩子 却毫发无伤 而且安然睡觉 那这些救灾人员 进去看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 一场 这样的一个 让人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孩子还活着 然后就去把它翻出来 这孩子 这个棉被 包着这孩子的棉被里面 有一个手机 是妈妈的手机 在手机上面 荧幕是打开的 上面是这样写着 亲爱的宝贝 如果你能够活着 你一定要记得 妈妈爱你 妈妈死了 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她死了 她牺牲了生命 这是最大的爱 这个孩子 因着妈妈的牺牲 他活了 2008年 所发生 现在这个孩子还活着 应该是十岁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但是记者 后面有加一个注解 他说 这个幸运存留的小婴孩 只有在长大之后 他才能够明白 他妈妈的爱 是何等的大 小的时候他不能明白 就好像猫毛牧师 他不能明白 爸爸妈妈对他的爱 直到他完全变坏 然后爸爸妈妈 仍然爱他 到一个足止奢华的地步 他开始能够感受到 他的爸爸妈妈的爱 是何等的奢华 何等的伟大 就是他在很坏的时候 在让父母伤透心的时候 父母不离不去 还是爱他 还是为他预备一个房间 还是在那边跪着 为他祷告 但这样的一个爱 对他讲 他终于可以体会 父母的爱是何等大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就是所谓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没有必更大的 因此我要讲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圣经上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刚才这个妈妈 为她的孩子死 如果从亲情的角度 从母亲对孩子爱讲 我们每一个母亲 都会有这样的勇气 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可是如果 有一个伤害你的人 他在大地震的时候 他被压垮 那你愿意牺牲生命 救这个伤害你的人吗 那这就是耶稣 所做那个奢华的爱 没有比耶稣 所做的更奢华的爱 因为他是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然后上帝的爱 就在这个时候 向我们显明 所以上帝的爱 怎么显明出来 就是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看到教堂 那个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告诉你 上帝何等地爱我们 到一个地步 差遣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这就是所谓的奢华的爱 可是一般人不能明白 像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 我不明白 所以在当时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的家庭 是拜偶像的 我是官公的义子 我是妈祖的信徒 我是一贯道的道亲 我是佛学研究社的社员 所以对我来讲 我根本不会认为我有问题 所以我走过街道上 看到那些人在传福音 身上穿着白衣服 说我是罪人的时候 我就心里偷笑 你是罪人 我是好人 罪人才需要耶稣 好人不需要耶稣 后来我看圣经 才发现我错了 因为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上帝 衡量人心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摸摸你的良心 你虽然会说 我做事都凭良心 我们最喜欢说 我做事都凭良心 可是你摸摸良心 你会发现 一摸怎么这么脏 对不对 你会发现 你自己觉得很干净 可是在上帝的眼中 他看的是看我们的内心 就好像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们要帮忙打扫教室 那我们打扫教室 把地都扫得非常干净 我们觉得做得很好 觉得很干净 对不对 可是当阳光从窗户 洒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空气怎么样 密密麻麻都是灰尘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小时候 在小学的时候 帮忙打扫 扫得很干净 可是阳光照进来 哇不得了 空气中充满什么 密密麻麻的灰尘 同样的人心里面一样 人心里面说 你看我的良心多么干净 可是 因为你没有遇见上帝的光 如果上帝的光打在你的良心 你一看 其实很多 罪恶的灰尘 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 不断地出现 你会不会说谎 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说谎 请举手 如果你举手 就表示你在说谎 所以这样了解我意思 就是 我们中间 你觉得自己很骄傲的人 请举手 你如果举手 就表示你 很什么 很骄傲 还是很谦卑 很谦卑 那你说我很谦卑 就表示你很骄傲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在自言中 哇很干净 没有问题 是因为你没有遇到 上帝的光 你一到光 你打就看到 你内心里面光景 就很清楚 充满你的心思念 充满灰尘 我的心思 充满那些嫉妒 骄傲 纷争 说谎 很多很多 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都有 就好像我们去做健康检查 我们就会讲 哇 怎么会这样子 我才不会做 检查证情 我身体 好到一几百 我怎么检查了 都 全身都拍了 怎么会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 有那种感觉 有啊 因为你没有被X光照到 对不对 你只是说 我外面都很好 外面好不代表 里面都很好 对不对 所以X光一照 哇 你有肺腺癌 你知道我们做检查 有时候肺腺癌下很多 你做那个胸部 剂量的X光检查 一看 哇 真的还找得到 所以呢 这边讲说 我有上帝衡量人心 我有X光 可以看出 你里面的器官 有没有长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讲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做一个 属灵的健康检查 好 我现在来问大家 你觉得自己的良心 百分之百干净举举手 良心百分之百干净举举手 没有人敢举手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举手的话 会有两种下场 第一个 我们老人 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说 有啦 事实上良心百分之百干净 有两个人 一个还没有生出来 一个已经死掉了 所以你举手表示 你已经死掉了 要不然就是 你还没有生出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 就是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敢在 上帝面前说 我的良心是 百分之百干净的 没有人 那所以呢 我要讲的是什么 圣经对罪的看法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圣经对罪的看法 说罪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和内在的意图倾向 无法活出 上帝对人的期待 达到神的标准 比如上帝说 不可以说谎 我们就有时候 就为了自己的好处 说一点谎 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不可以嫉妒别人 有时候就是为嫉妒 不可以骄傲 没有啊 我都没有很骄傲 我都很谦卑 真谦卑吗 其实是真骄傲 说自己 谦卑的人 一定是骄傲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没有人能够达到 上帝的标准 那就好像打靶一样 你总是达不到靶心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当我们没有达到 上帝的标准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距离 就是人跟上帝之间 因为这个罪 会让人跟上帝隔绝 那为什么罪很严重呢 因为上帝是什么 是生命的源头 当我们人 因为罪跟上帝隔绝 我们就跟上帝的生命隔绝 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死亡 就好像我们都不喝水 你不喝水一天还OK啊 你十天不喝水看看 你差不多快要死掉了 所以呢 水是生命必须要有的 如果我们跟水隔绝了 我们就活在死亡的状态 我们跟上帝生命的源头隔绝了 我们就是活在死亡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 如果我们不处理罪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死在什么 过犯罪恶中 圣经上说 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罪 我们就会死在罪恶关中 我称他为另类自杀 什么叫另类自杀 我们自杀是烧炭 掉这个绳子自杀 结果冒号木是太重的 那个掉下来他不会死啊 因为他太重了 因为他减重以后 他已经上吊会比较成功几率 那就是太重了 我看是要不然你家那个木头 已经太松了 要不然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呢我这边讲到 死在过犯罪恶中是另类自杀 什么叫另类自杀 就是被自己的过犯和罪恶所杀 那我们大家看到自杀的这个炸弹客 有没有 哇 非常勇猛啊 身上绑着这个炸弹 然后就冲进人群 然后砰 他死了 很多人也死了 我们知道这恐怖分子就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要问的问题 请问他在引爆炸弹 炸死自己之前 他有没有先死的 他先死的 他被什么所杀死 被仇恨所杀死 也就是说这些炸弹 这些自杀炸弹客呢 他们在杀死别人 跟杀死自己之前 他们先被自己心中的仇恨所杀死 这叫做另类自杀 这个一般人看不出来 这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耶稣就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圣上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好像猫号牧师 在还没有认识耶稣 他如羊走迷 他偏行几路 他就是要这样做 他就是想要吃喝嫖毒 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他偏行几路 但是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这是耶稣 他为我们所做的 为什么教堂会看到十字架 为什么十字架显出上帝奢活的爱 就是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 所有世人的罪 全部都归在他的身上 就好像我们如果欠人家一百万 那我们要欠钱 要还钱 对不对 那我们犯罪 有罪的刑罚 要抓去关 像冒号牧师 就要抓去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罪的债务 一定要被审判 那我们欠钱 也要还钱 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你欠人家一百万 现在你不还 你就被债务追着跑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 千亿富翁 你遭老的时 千亿富翁说 没问题啦 一百万 小case 我千亿富翁 我替你还了 那你就非常的感恩 对不对 然后这个富翁说什么 不用还我 哇 奢华的爱 对不对 替我还一百万 还叫我不要还他 因为这个有钱人 太有钱 千亿啊 你那一百万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他完全替你还债 又不需要你还钱给他 这是何等的奢华的爱 所以你要称这个贵人 为什么 恩人 你要称他为恩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所有的钱 他都替你还 他替你承担了 所以所有的罪都被耶稣承担了 我们就无罪一身轻 我们说无再一身轻 可是现在无罪更是一身轻 所以你会发现 当人跟上帝隔绝了 因为罪的关系 因为有十字架 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罪没有消失 大家要记得 罪不会消失 你我犯的罪 冒号所犯的罪 不会消失 冒号你要记得 你犯的罪 过去的罪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 但是都担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会消失 耶稣就不需要担 因为他像空气一样不见了 他干嘛担 对不对 所以呢 罪是 一直存在 从我们出生 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 这个罪会累积的 而这些 没有一个人逃得掉的 因为上帝 是公义的 他断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他一定会审判我们 可是上帝在审判我们 他爱我们 他舍不得我们被毁灭 那他想出一个好方法 那就用我的独生爱子耶稣 来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罪是存在的 那一定要有人担啊 那就是我的儿子 这叫做奢华的爱 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 给了我们 叫一切 能够相信耶稣的人 罪能够得赦免 所以你看看 这死亡就不见了 对不对 因为 我们跟上帝隔绝 就是活在死亡的状况 那施加 解决了罪的问题 承担了罪的后果 死亡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会得什么 我们就会得生命啊 所以我们就跟 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得着一个 新的生命 这就是上帝奢华的爱 本来我们应该是被审判的 可是上帝却把这个审判 归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身上 他牺牲了自己所爱的独生爱子耶稣 是为了救我们脱离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那有一次呢 我在这个国外 我在服事的时候 我就遇到一位 这个五六岁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妈妈跟我说 这个小朋友很特别 才五六岁而已 他说每一次妈妈讲到 十字架的故事 耶稣怎么样子 死在十字架上 救全人类脱离罪的 捆索的时候 这个每次这个孩子放声大哭 他妈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讲到 耶稣被定时架 你就放声大哭 所以呢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哭 他说 我哭的原因 为什么我放声大哭 是我如果不犯罪 耶稣就不需要死 回答真的很好 我如果不犯罪 耶稣就不需要死 所以呢 耶稣死是为了我缘故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 他说耶稣一定要死 为什么 因为耶稣死了 我就不会死啊 小孩子讲的话很好啊 对不对 耶稣死了我就不会死 耶稣如果不死 我就会死啊 你看小孩子说的话 多么有智慧啊 我们大人讲过这个话 五六岁的孩子讲得出来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 那个上帝的爱是这么大 为什么耶稣要死 因为他如果不死 我就会死 他如果死了 我就不会死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我今天在这里 要很真诚地邀请你 让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说的 上帝爱世界上所有人 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改变 好像曼哈蒙斯 他得着了上帝的那个新的生命 他现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他不致灭亡 他得到永远的生命 因为他相信耶稣 以至于他在上帝那奢活的爱里面被感动 他在万华那个地方 他去帮助那一些弱势的家庭 他有一次讲到他帮助那些人 我很感动 他说他有时候呢 看到那些又张又错 有时候就是 好像被人家遗忘的那些边缘人 他就去抱他们 很臭 他还是抱着他们 说上帝爱你 我也爱你 就是那一种的爱 在这个曼哈牧师的身上 有呈现出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上帝奢华的爱 已经为你我预备的 你今天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份礼物呢 这就是你跟我 我们一同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低头 我们有一些安静 让我们一起有一些思想 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到台上来 有一首歌是非常好的 一首歌就是 为何对我这么好 上帝啊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要在这首诗歌里面有一些思想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走过西囊的人群 当我们踏遍天涯的海角 我们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 祂抚慰我的心 祂怀抱我的灵 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 所以让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 我们有一些默想 那你可以听这首诗歌 我们请这个敬拜团 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你如果会唱也可以认证的哼 你如果会唱也可以认证的哼 走过西囊人群 他偏海角天涯 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 他护慰我心 他怀望我离 这骨头的不求归报的爱情 爱到为我降生 爱到为我守死 爱到提许我一切软弱 他揉身无患 他耐心守候 永不提醒 无怨无悔的爱情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靠他 却听我每个祈祷 活在宁静清晨 活在伤心夜里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陪他 还爱我如同城堡 我们请诗情的继续弹这首歌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 上帝奢华的爱 在寻找我们 他在等候我们 好像那慈父 在等候那个浪子回家 当他看到浪子回家的时候 那慈父是何等的高兴 马上抱过去抱着他 说你终于回家了 给他脱下又脏又臭的衣服 给他披上上好的袍子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鞋子 给他宰杀牛羊 来请客 亲爱的朋友 今天晚上 上帝说 他用永远的爱爱你 他以他的慈爱吸引你 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爱 是如此的奢华 他恩待那妄恩的和作恶的 他甚至 他为你我的罪 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只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 慈父爱的怀中 你愿意在这个时候 在你的生命中 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 他为你成就的爱 成就的救恩 让你 从浪子 再一次的恢复 成为上帝的爱子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胃上面 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 请放下 陆陆陆陆续续有人举手 你愿意接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楼上楼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楼上楼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楼上楼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看见了 请放下 我会再邀请我们中间的有一些朋友 这边讲到 我们虽然不好 但是他却是仍然爱我们 我们不明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但是你仍然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看我们如同珍宝 我们虽然这个珍宝 虽然被罪所弄脏了 但是你却来寻找我们 恢复我们这个生命如同珍宝的美丽 这就是这首诗歌所说的 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为爱降生 他为爱受死 他柔声的呼唤 他耐心的等候 亲爱的朋友 今天晚上让我们回家吧 让我们回到天父充满爱的家里面 好像冒号牧师 他醒过来 他醒过来 他知道他爸爸妈妈的家就是他的家 他可以放心的住在这个家里面 亲爱的朋友们 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主 但是救主只有一位 教主会告诉你 要做好事情 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 做不好的时候 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只有耶稣 他承担你我的罪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是因为所有我们人的罪 他都替我们承担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你今天不需要再带着罪疚感 不需要再带着羞愧感 离开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 以至于你可以成为 领受这一份宝贵的礼物的受益人 所以我在邀请我们中间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让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让你能够恢复跟上帝的爱的关系 让你能够得着新的生命 你在位置上面 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说我愿意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刚才举过手就不用再举 如果神的爱继续感动 你可以继续的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看到一些 还有楼上的也是一样 两边的我都看到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在这个时刻 就在今天晚上 你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他的爱 你就可以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会为你祷告 今天晚上是一个蒙爱的一个晚上 我们要醒过来 让我们不要再成为 远离天父的一个浪子 让我们回到天父的爱中 他真的非常的爱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你可以继续的 思想上帝那奢华的爱 永不止息的爱 永不止息的爱 没有设限的爱 为你我的最舍命的爱 现在 现在领受 现在领受吧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受到上帝的爱的感动 你说我愿意 让上帝的爱 让上帝的爱 是恩典的礼物 是我们人无法赚取的 无法交换的 无法交换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说 我要做很多的好事情 来交换这个礼物 这个礼物不需要钱 因为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 极大的代价 承担了罪的刑罚 替我们使在十架上 所以 让我们 勇敢的伸出我们 信心的手说 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像冒号牧师 他所做的见证 他说我愿意 我问最后一次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 你要把握今天最后一个机会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 你在这个时候 可以在你的胃上 举起右手 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我们还是陆陆续续 看到有一些人 举起手来 在我们的转播的地区 还有在福音中心 我相信 也是有不少的人 他们举起这个手 要来接受耶稣 做他们的救主 让他们的生命 能够全然更新 让他们 能够跟上帝 恢复爱的关系 让他们可以一生一世 经历上帝的爱 所带给他们的安慰 所带给他们的满足 我们现在一起起立 我们要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刚才有举手的这些朋友 你可以走到前面来 如果你不好意思走到前面来 带你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陪你走到前面来 所以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如果仍然受感动的 你继续的到前面来 我们为你祝福祷告 我们请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 你也可以跟着唱 让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 可以走到前面来 刚才或者现在 你愿意接受耶稣的爱 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能够让我们的良心 一切的亏欠都能够除掉 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能够走到前面来 祂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祂却听我们的习道 继续的走到前面来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 充满爱的生命 你走到前面来 楼上的可以走到前面 在前面那一台楼上的 你可以走到那里 我们楼上的不需要下来 自己在楼上的前面 或者走到 你在走到上也可以 我们在走到上也可以 人比较多 所以走到上也可以 那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祂却听我每个祈祷 我在宁静清晨 我在伤心夜里 是要白白的赐给你的 为何对我这么好 今天晚上 我虽然不陪她 是你生命最蒙福的一个晚上 自清山高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们从头再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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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拥抱我们 他会拥抱我们 这骨头里 不求回报的爱 他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 爱到为我降生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 爱到提许我一切软弱 他柔声呼唤我们 亲爱的孩子回家吧 回到天父爱的家里 回家 回家吧 你走出来 好像那浪子 他醒过来就走到父的家中 得着那有不止息的爱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他却凭我们的习道 我在听心启程 感受到天父的爱 我在伤心 虽然我们不好 他才能爱我们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 他爱我如同蒸蚌 我虽然不配 他爱我如同蒸蚌 我虽然不配 自己善到大神 主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主啊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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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不好 他却凭我们的习道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 他爱我如同蒸蚌 自己善到大神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要带领走到前面来的 无论是楼上楼下的 我要带你们一句一句的祷告 就像猫哈牧师 他一句一句的祷告一样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走到前面来 你在你的位子上面 你仍然也可以按在你的心上 跟着我一起祷告 说主啊 我愿意 所以如果你不好意思走出来 你在你的位子上面 但是你仍然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的 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祷告一句 你可以跟着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今天晚上 我听见猫哈牧师 我听见猫哈牧师 他的生命是如此的迷烂 他的生命是如此的迷烂 但你却用永远的爱爱他 你却用永远的爱爱他 用你的慈爱吸引他 用你的慈爱吸引他 因此当他愿意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 因此当他愿意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 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奇妙的翻转 不但戒掉了毒品 也戒掉了酒 也戒掉了毒 整个身体 心灵都恢复正常 整个身体 心灵都恢复正常 这就是你的爱 这就是你的爱 能够完全的恢复你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样子 能够完全的恢复你创造我们的生命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今天在你面前 我被你的爱所吸引 我被你的爱所感动 我虽然不好 我虽然不配 你仍然爱我 谢谢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承认我得罪的天 我承认我得罪的天 我得罪的你 我得罪的你 我愿意 我愿意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住进我的心中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也成为我生命的主 也成为我生命的主 耶稣的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污 洗净我一切的罪污 恢复我跟天父的爱的关系 恢复我跟天父爱的关系 赐给我新的生命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耶稣 住在我的心中 永远不离开我 永远陪伴我 度过人生的低谷 一直到回到天上的家乡 一直到回到天上的家乡 谢谢耶稣 我向你承认 我里面所有的罪 我里面所有的罪 骄傲 嫉妒 纷争 淫乱 拜偶像 行邪术 说谎话 好多好多的罪 好多好多的罪 谢谢耶稣一笔勾销 谢谢耶稣一笔勾销 无罪一身轻 谢谢耶稣的爱 谢谢天父的爱 谢谢天父的爱 何等的奢华 何等的宝贵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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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后 我成为你所爱的儿女 是你的心肝宝贝 谢谢耶稣 恢复我生命的价值 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 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这样子祷告 这样子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真的大大感谢主 有这么多人 他们愿意接受耶稣 我们真的大大感谢 我们一起再次的谢谢耶稣 我们跟这些愿意接受一下 抱一抱说 欢迎回家 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 好 各位来宾们请坐 我们还没有结束 请坐 好 我们大家可以在位置上坐下 各位来宾们 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天 我想当初我在神的面前 我单纯的心 我跪在我的房间里面 在那里举举我的手的时候 我说神啊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求你帮助我 因着那一天我单纯的心 改变了我的一生 因着我那天单纯的心 我遇见了这位神 我相信今天 当你单纯的心 你今天走出来的时候 你也会遇见这位神 当你回家以后 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你不好意思 你没有出来 记得你回家以后 你可以跟我一样 你也可以单纯的心 拘取你的手 你会发现 你将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最后呢 有几样的事情 要跟大家来报告 也就是我们未来以后 仍旧有更多很多的 一些的精彩的节目 为大家预备 PPT有吗 可以帮我打出来吗 好 我们未来 礼拜六 连续有三周 下一次呢 礼拜六 7月14号 有人生风雨谷 另外呢 7月21号 我们仍旧请到县院长 继续来分享 终点笑着走 还有呢 7月28 我们有爱我们的家 欢迎呢 所有的来宾们 也都可以来继续来参加 但是我们的服务呢 未来呢 是终生的服务 永续的经营 所以呢 所有的来宾们 我们为你们精心打造了许多 很棒的课程 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参加 未来 我们有八幅人生的课程 那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一些资料 你都可以来索取 好所以呢 这是我们八幅人生的课程 每个礼拜的他的课 欢迎大家 都可以参加 另外我们也有 木道班的课程 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认识 这位耶稣 当年我也是一样 我也是这样子 一路的走来 慢慢的认识了这位神 以至于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 也改变了特别 其实刚刚没有分享到 就是我所改变的不单是戒毒 戒恩戒酒 我觉得这都还好 但是呢 包括甚至神让我死里复活 我觉得也还好 但是神可以让我的生命改变 我觉得这才是最稀奇的 让我能够火爆的平气 让我以前整个错误扭曲的价值观 整个翻转 我觉得这是神最大的神迹 所以呢 欢迎各位朋友们 你也可以继续一起来认识这位神 好 最后呢 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记得你的单子 好不好 你等一下可以把你的单子拿出来 然后继续的把它填写完好吗 然后可以交给我们 穿红衣服的所有的同工们 好 穿红背心的同工们 你可以交给他们 这时候他们会走到你的旁边身边 好不好 麻烦你可以来交给他们 好 各位可以把你的单子交给他们 方便我们未来以后 我们可以来继续的来连续 继续的来为你服务 好 如果我们当中呢 如果有些朋友们 你还想继续的想要了解 你还想继续的被祷告 你想要继续来认识这位神 好不好 你也可以来找我们穿背心的同工们 告诉他 我想要认识这位神 你可以帮助我吗 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位 都非常的乐意来帮助你 好 也谢谢所有的来宾 好 我们今天整个聚会晚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回去 能够有美好的夜晚的享受 有美好的睡眠 也继续期待我们下个礼拜 继续再见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